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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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其 险 陡 俊于三十 雄伟奇特 畏为壮观 以其其 险 神 的景宫特色吸引了五金中外许许多多的游客到此游玩 将廊山拥有中国当辖第一奇风 全国之罪的一线天 天然造华的伟人风 惊险陡峭的狼风偏游 千年五岔开凝禅寺 千年学府江郎书院 全国最大的毛泽东手书体 江山如此多焦磨牙石刻等景点仅万一百余处 第四十季 第四十季 随族 整个武镇保存了极具代表性的三十六状民居 十一状公共建筑 沿着山谷间的风漆敷展 形成了近两千米的明清古街 其建筑风格极着市民市干市万市类一体 专家誉为全国罕见 这间省排第一 武镇居民有142种姓氏 十三种方言 专家充其百姓古镇 方言广国 古镇居民至今保留着对山歌 跳音舞 好汉船 闹花灯 剪花纸 千鹿欧 彩高桥 滑石头等奇特的民间艺术 各种外来文化形成奇特的文化分立现象 被誉为民俗大官员 风漆蜿蜿蜜蜜蜜 十窄 十宽 十深 十浅 十湍 十缓地向真底流去 江上街 巡礼 搭桥 丰西河下湖 村村串起 自上而下的猪坡桥 东升桥 武锦桥和水安桥等 坐坐石拱桥 把武镇东西连结 每逢游客成群结队一过来 都是从美轮美奂 古朴莲典雅的木结构的猪坡桥西墩 开始进入老街 一条从河里引进的 清林林的小水沟与青石板街道相依相伴 密密地向前流去 年华似水 催着我们的脚步 从童年走向暮年 古朴莲典雅 在渠州年八点古朴 看渠城镇师父 被写的被沙皇 就像冬号机场合计 随着漢望和敌人落罗 三渠州小禀报 持着规则的六根旗 一起疼婚而起 就像一位封存指寸的士兵 在渠州所有的小诗中 最有文化经验感的是浮马饼 浮马饼不甘好吃 而且看作浮马饼也是一件爽事 广如在看杂技 邵永峰浮马饼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华导字号 徐承正是这里的第四代掌门人 他介绍说 做浮马饼工具很多 其中最有技巧性的是上马 所谓上马是只给面顶上军领币粘上白芝麻 将三十个小顶放在满芝麻的大罗 只需轻轻一流 胡马饼如胡天指挥的士兵 马上摆成规则的六边琴 在摇望一圈 紧净的六边琴迅速变阵 成为疏疏的阵势 每一位都在他军呆在的位置 反复几次之后 罗蒙的一阵 三十个胡马饼对时整体腾空翻诗 由五赤银般整齐 徐承正能使小饼在空中的队列依然保持越冰心一步 所有的饼同时翻诗 在另一幕上拿 其整个程序都如模式 手工麻丝 一种用水膜糯米粉滚上黑氧酥做成的食品 柔软如棉 香甜可口 老小皆宜 古镇内保存着原汁原味的老建筑 融合了三省的建筑风格 白墙飞檐很有特色 细节之处的游客也令人印象深刻 行走在老街上 形形色色的游人从身边走过 他们也在展示着 企图给这个原本就很骨色骨香的小镇添加上更浓墨的一笔 路两旁的电视那么的鱼王满目 总有那么些小东西让我眼前一亮 一幅原汁原味的江南水箱图 时光在这里静止了 好一幅水墨江南大圈 很是吉祷这里人们的悠闲 老乌和老乌健 静静地在时光里长阳 抛开脑后的一切 在这里没有了城市里的喧发 只有一份宁静 殿壳使人恍然间仿佛穿越了石峰 遨游于岁月长河中 这些古建筑也就大了 古建筑的窗户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 每个窗户的图样都不重复 是古一般都讨厌建筑工艺 最让人震惊的是 这里居然有拜利的女特工训练营 江守正旧宅旧市中美合作 索女特工训练班驻地 现在为拜利生平陈列馆 拜利是江山人 就出生在仙霞山 龙兴乾庄 干巴兜的这家市总部 在周边省份设置了分号 可以通费通存 除了储蓄功能 钱庄还有物流功能 这里并没有一座座的平台楼械 反倒是通过风格主义的 精美建筑和厚重的历史取胜 因为有身后的历史和文武名人 恐怕成就了丹帝的骄傲 大价历史ön卷 现在都好 大价历史 他认为优伟 雞 coughing 老鳥のは中身不適合 老鳥は仙殺人 � Ober 前川 山地駄目 工作業 绵带都地处热溪 福建和江西的交界处 当地人常用一脚踏三圣来形容这里 北面的仙霞关 南面的峰岭关江干巴都 组合在一个近乎封闭的环境里 而这里的文化却表现出令人诧异的开放与多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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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